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号 星期五 年初的时候闹了一次蝗虫 当时咱们也没当回事 中国政府也没当回事 为什么 说蝗虫是从非洲那边闹起来的 它是一种叫 反正是飞黄 还是沙 沙皇 是非洲的这种沙皇 咱们中国一般是飞黄 品种不一样 在有历史文字记载以来 还没有这种非洲的沙皇 在中国肆虐过 以前在中国的闹蝗虫 都是飞黄 所以从这来讲 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蝗虫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很担心 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一个 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一二月份 正是冬天特别冷 这些蝗虫 它受不了中国的那种冬天 当时到了新疆 也是新疆太冷 太冷之后根本过不来 一冻就都掉地上就冻死了 对吧 所以没有办法 当时不是很担心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今年的第二波疫情又开始了 中国官方发布了紧急通知 说沙漠的蝗虫 这种沙皇 有可能随着季风 于6月到7月间进入中国 中国国家发改委 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 26日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加强监测 确保粮食安全 说第二波的沙皇 已经到了邻国巴基斯坦 说巴基斯坦 现在沙漠蝗虫的灾害 非常严重 中巴两国联手抵抗 第二波蝗灾 将进行大面积的灭杀 中国农业农村部 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说 说现在已拟定的一系列的 支援巴基斯坦的方案 截止到了4月25号 总共派送了30万公升的农药 和50台的装备 目前巴基斯坦境内 蝗虫的形式 和专家推测的大致相同 第二波 黄群已经陆续的形成了 已经形成规模了 隋鹏飞表示 东非的这种沙漠蝗虫 中方也已经做好了要援助 就是说从根源上 为什么要援助 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问题 遇敌于外 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蝗虫 就消灭在东非 消灭在巴基斯坦 让它们在那里就形成不了规模 这样就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了 我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我认为是有一定必要的 虽然说这种沙漠蝗虫 从来还没有在有史以来 还没有进入过中国 在中国肆虐 但是你要明白 季节不一样 12月份和67月份是不一样的 六七月份的话 这种东西它是可以存活 并且可以去攻击的 可以去攻击你的粮食 去大量的去吃你的粮食 就可以了 12月份的时候太冷 它根本就不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这就快要进入 六七月份 这算什么 春天的尾声 就是初夏了 是不是 春天就456 是算夏天 七八九 算不 456算春天 七八九 是不是就算夏天了 到六七月份 就是说春天基本上结束 已经步入初夏了 对吧 这种时候 如果进来的话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 我们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吧 我觉得这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 这跟第一次不一样的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也是非常的 我也觉得非常 就是说完全不想当回事 我觉得当然闹得也挺凶 我说应该不用才担心 但是第二波 恐怕不一样了 当然咱也别念神 是不是 咱们最后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隐隐有一点担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引起重视 好吧 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